看,是什麼龐然大物。 怎樣? 猜到了嗎? 背影看起來,是不是有些熟悉? 沒錯,變形金剛登陸新加坡了。 地點是在新加坡的冰海灣花園。 一個令人驚嘆的自然公園走進冰海灣花園裡。 您會發現,那即將上映的電影《變形金剛》也受崛起裏。 兩個標誌性角色的巨型雕像,就在一個較隱頁的區域展出。 這次世界巡迴展出的安排。 亞洲的第一站就是新加坡。 雕像會以引人注目的整體造型。 和細節將這兩個角色,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。 這些雕像是由,樹脂和玻璃纖維製成。 所以雕像本身就很沉。 這尊情天珠的雕像,重量達到4018公斤,高度是6米。 而巨無霸的雕像則達到4772公斤重,4米高。 組裝這兩尊雕像需要十餘人。 和動用兩台起重機。 而且它們太重了。 以至於已經設置了路障,以確保遊客的安全。 展出的期限就從今年,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開始。 一直到2023年,也就是今年的4月10日星期一。 時間是從早上5點至5夜12點。 入場參觀雕像是免費的。 遊客們仍然可以通過掃描提供的二維碼,得知角色訊息和視頻資源。 近距離接觸這些令人驚嘆的雕塑。 相關鏈接,全會放在以下的描述區。 變形金剛一直是全世界粉絲的最愛。 很高興看到它們出現在新加坡。 如果您在該地區。 千萬不要錯過近距離親眼看到這些具有傳奇色彩的雕像的機會。 我們的頻道比較傾向於生活日常。 有時候會談談一些曾經用過的產品。 偶爾也會介紹一些地方。 喜歡藝術方面的創作。 或者聊聊一些畫面和想法。 希望您會喜歡。 謝謝。